請收看 為心世界 為心情得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各位善信大德 各位縣世同修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歡迎收看 為心正道 師父開示 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念頭 一點靈光的存在 過去幾千億萬年來 始終不停地在輪迴 永遠不會消失 而會毀滅的只是我們的身體 為心正道節目邀請益金大學 閒事同修 學習的心得 以按例正道分享 共創人心和諧 世界和平 今天接受訪問的我們的閒事 現在就來做介紹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蔡玉美 蔡賢士 蔡賢士 你好 阿彌陀佛 各位賢士 大家好 我是高雄道場 二十二届 學員蔡玉美 阿彌陀佛 好 接著要來介紹就是 袁靜英 袁賢士 袁賢士 你好 阿彌陀佛 各位賢士 大家好 我是高雄道場 十八届 學員 袁靜英 阿彌陀佛 接著要來介紹就是 我們志工大隊的大隊長 陳金座 阿彌陀佛 陳賢士 陳賢士 你好 阿彌陀佛 妞金賢士好 各位賢士 大家好 我是維新聖教志工大隊大隊長 陳金座 阿彌陀佛 我們常常開玩笑在說 如果帶頭的一個團體 我們都說阿母鴨帶小鴨 今天還真的 我們的陳賢士 在這一次送金千步以上 他個人也非常的高興 因為在志工大隊裡面 大家的工作也都很忙 遇到真的是 有一些法會的時間要捕捉 大家是忙得不一樂乎 但是送金可以上千步以上 真的是很不簡單 所以陳賢士 你看看你這樣子幾次以來帶了這麼多人 內心的心得感受 送金千步以上的 對啊 看到我們的黑衣部隊裡面這些夥伴 他們那麼辛苦 個人的工作崗位上 還要參加我們各個道場法會的普多週夜 那送金千步還那麼多人 還有三天多步的 兩天多步都很多 那這代表說 我們大家除了工作之餘 我們在這整個 我們中門的功課還是要做 是 為整個弘法立生的工作還是要做 沒錯 對 修行真的非常的重要 師父開始我們就是說 萬物都是我們的老師 你可以從很多的事情裡面 就我們聽到我們的陳賢士提到的 就是說 靜由心轉 很重要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蔡芸梅 蔡師姐 你雖然是在保險公司上班 但是我聽說你也是 本來就是秘書跟助理 要做這些文書的工作 對 是 那到底是一個像性質的工作 就是 投心進去的時候 也不是說要做保險 就是我的性質比較 就比較內向不適合 那就是說 我有一個嫂嫂她進去 然後就是教我幫她問書處理 那我就有一個機緣就進去了 然後就是 有機會 剛好遇到客戶的話 就有機會 有這個機會寫進來就是我自己做 然後就慢慢的 就也 心黃打開 就是也沒什麼保險 就是也是幫助人一個事業嘛 是 然後就是這樣就一直做下去 所以也做了快要 也17、8年了 17、8年 對 其實說到保險業 如果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業務 它也是在這個專門裡面的一個法 對 這個法還幫助了很多家庭 萬一就是說 如果有什麼萬一的時候 我還是保障了一家人的平安 對 一個一個人 最好的一個人生 這是非常好的 那我知道就是說 你跟那個臨村 臨前市是好朋友 你們是同進同出的嗎 在保險公司跟進桌門也一樣嗎 對 就是保險我們有各自的那個客戶 然後你就是 早上的時候要開早會都一起 然後就是 時間到了就是各自要去自己拜訪自己的客戶 然後就是有剩餘的時間就是 參加普桌就參加普桌法會 然後就是剩下的時間就像 早上起來就趕快送金 有時間 抓住時間就是送金 是 是 有沒有人會想說 欸 春蘭 我跟你講 我現在已經送幾千步了 妳有沒有這樣子過 自己 就是比較不 別人比較不會問 就是我們兩個會自己說 欸 你唸了幾步 然後我就會朝著他 我唸了快要一千步了 我就會想說 加進腳步 趕快追啊 因為那個 那次元昭去傳說 我們要唸多少金的時候 我就有剩餘說 我剩餘多少時間 然後我天德金 我今天一定要一天唸幾房 然後才趕著上進度 我就會慈禧自己 就是要朝著那個方向 目標那個前進 就會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微信電視台 就是在台中道場 在五樓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學員來上課的時候 我聽得很感動 有一個新的學員 他就是兩個人 也都是師姐 他們在聊天 他說 喔 我們法師說 如果要送 要一千步呢 我從現在算起 還有幾天 我每天一定要送五步 這樣我才能打一千步 你看 大家都算出來了 很厲害 就表示說 大家開始進入這個 修行的一個法門的時候 真的 大家都非常的精進 不過有一點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元賢氏 元賢氏聽說 你還沒有退休之前 以前都是在做服飾 以前我是做 我是自由業 我也做很多 做服飾 什麼都有做過 後來就已經 也應該是陰影劇組了 我有一個大家共同的小道場 就有指導師來教育我們的森林 但後來到陰影劇組的時候 那引導師叫我去微信中接這個法 接新法 但不是叫我去讀預金 叫我去接新法 我也不曉得什麼是新法 後來呢 我進去了 我也是有疑問 但是我也說 沒有進去 我不知道什麼是新法 後來我進去的時候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注意 我都是背著書包上去一下很高興 背著回家也是換的 我就是事務教育的 我真的有聽入心 所以當初在我周圍的人 跟我們鄉城好幾年很反對 有指導師教育我們的很好 為什麼你還要去那邊 我也有一些猶豫 後來我就說 這個也不是我的意思 但是你沒有去看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要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就去嘗試 後來到最後我知道 我們這個法門真的 你是沒辦法去找到的 等到法會的時候 我本來還沒有進這個法門 我有進去法會做法會 那個祭祀我也就進去了 還有我們那個老者的蛋 我也是有去做法會 但是我得到很多的 自己身心的安寧 我把這個東西 就分享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也是跟我一進去 後來他們才知道 真的很好 當初都反對你 所以在我們微心中 這個師父真的很慈悲 給我們這個很大的平常 還有很大的 給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在外面所學的 在這邊集中是唯一 對 所以第一點我是有誤到說 就慢慢去誤說 什麼叫做微心 後來體會到日常生活嘛 平平均均 感受到萬事微心期 忘記也是從微心心 沒錯 所以才進心去理這個心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有很多人把這個心法 想得太莫測高升 其實就在你個人的心裡面 你的心念呢 其實就是一個法 要怎麼樣去轉念呢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還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呢 只要你願意日積月累 來上課 聽師父的開示 慢慢的你自己在學修當中 你也會精進 心法你更清楚了 所以我說你帶了很多人 就來了 反正來了參加祭祖大典 還有參加很多法會是不是 對 現在都是也是 都是在進入 還有進入 真的這個平台真的很好 我們在這邊可以認識 我們沒辦法認識 還有有這個機會 給我們上這邊說出 我們所碰到的 新生大家分享 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還有大隊長帶我們做這個普桌 事實上不是只有普桌 只是有那個 有那個需要去做的那個義工 我們都會參加 只是有機會我們都會去參加 但是普桌也是在 我們唯心中之上的最重要的 沒有去做你不知道說普桌 真的 你去做才會感受到說 看的是很簡單 但是裡面文章太多太多了 還是學了很多 所以師父帶領我們 可以說今年邁向34年了 唯心聖教就是老祖師尊帶領大家 還有師父帶領我們 真的就是共轉法輪 有34年的時間 為國修道為民祈福 完全都是沒有私心的 把這些廟法傳給我們大家 所以我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陳師兄 我們修行其實跟隨師父修行 為什麼修行它其實它就是生活化 修行其實我們修行生活化 這等於說我們在陸式修行 那你平常的一些所作所為 你的言行舉止其實就是修行的表現 那我們在整個中門的一些活動當中 那我就講我們的普通周圍 其實我報告過 它是一個修行修行非常非常棒的場所 你要一個修行的心 你要一顆慈悲的心 你才能夠面對整個枯燥 而且很繁重的一個任務 那這個任務真的吃力不討好 那你要如何把它帶入 就是你個人的一個修行的提升 你面對普通 面對大家的一些惡言惡語相向 甚至有些 依我來講 我們黑衣部隊裡面的夥伴都還會來考驗我 那師父講的真的是 師父在開始說我們那燕軍在此會找上你 他會藉著你身邊 你最親近的人來考驗你 我後來體會到了師父在跟他講嘛 他根本在講我自己嘛 那我面對這些普通這些夥伴的考驗 好幾年了 真的剛開始我真的也會大發裂填 大發脾氣 那後來我師父一直在開始說 你的冤軍在此會藉著你身邊的人 連續講了好幾年 師父我燦了 師父在跟我講 因為我本身面對這個很多的考驗 那我身為一個普通的那個帶頭 一個大隊長 你不接受這個考驗 你沒有辦法面對這個考驗 你根本沒有辦法帶這些人 所以我本身在這幾年來 我自己常常在反省 包括我家師姐他會講 你要記住你現在是大隊長 你要面對一切 你要接受一切 你要包容一切 你要把你的大陣生分提升上來 他在告訴我你的修行要提升 那你面對你整個普通的作業 你整個過程 你要把修行融入在整個普通的作業裡面 你才能夠帶領這兩百多月的內閣夥伴 所以這個修行生活化對我們來講 其實他面對整個社會也一樣 我們把整個修行帶入我們的家庭 帶入我們各行各業當中 我相信大家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是 一位師姐也告訴我說 他還沒有誦經之前 還沒有接觸我們周門的時候 他跟他先生常常大戰鐵攻擊 反正我聽了不輸我聲音就出來了 結果他現在開始學修了這些日子來以後 他先生說什麼 他說是是是 甚至他有時候不想回話 因為再回話的話又不舒服了 大概又嗆出來了 大概都不好 因為慢慢的會引導自己的先生 希望他走到一個正途 脾氣不要那麼不好 慢慢的化解掉這是非常重要 不過我們知道今天有一位美豬的閒事 美豬師姐本來說今天要來 結果今天到底是什麼原因沒有來呢 他今天為爸爸可能身體不適 是啊 他在家裡照顧他爸爸 所以今天就沒有辦法過來 沒錯 不然他是很歡喜心 他很高興要來分享他的 他就是前陣子我們就是上個月 大凡是要捕捉 然後他前兩天就身體一直花燒不舒服 他就疑似好像登革樂 他又怕他去醫院看的話 要是登革樂就會被隔離 游置下來 對 他又怕他不能做志工 所以他一直不要被篩檢 他就一直求老祖 他說一直念金 然後一直念法號 就叫王產老祖 祈求王產老祖幫他 然後加持他 讓他身體趕快恢復 然後就能來做這個志工 是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每個人他真的很想來當法工 可是就是說 像我們這位美豬的師姐 在這裡我想借這個機會 也祝福你的爸爸早日康復 因為就是為了要當志工 那又怕自己是不是發燒了 變成登革熱了 又不舒服了 結果應該不是吧 他說他 他也不曉得 可是他說他就趕快用 那個我們師傅的法 他有說什麼綠豆房 然後他去中藥店買那個綠豆房 然後就是加礦泉水 然後就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真的是有 就是有讓他身體好起來 所以他就順利的來當志工 然後隔天又一天不舒服 這幾天就好了 所以他一直 其實這個真的這個法門很殊勝 讓我們可以送金 然後又可以得到家庭一些圓滿 真的是非常的棒 是 有些人生病 你不一定要一直說 趕快要找醫生很擔心 其實這些可能是你自己的心病 懷疑了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病 你要去看醫生 可是在我們的妙法普傳裡面 也有很多讓我們這些功德 還有我們的這個原神可以更光強 在妙法普傳裡面有很多的妙法 你不妨在一邊看醫生的同時 你多使用一些妙法 說不定你可以化解一些 你長年以來看醫生看不好的 這一些我們不知道的病 所以說我們知道就是說 現在我們醫學是很發達的 可是還有很多醫生真的 私底下說有一些是看不好的病 但是很奇怪的 有些人請假或者一段時間來 病怎麼好的 他們也覺得很懸 所以在我們的唯心聖教 老祖師尊跟師父 有無數的妙法 八萬四千種的法門 那所以說每一種的法門 法無定法 你一定會把自己更好的 當然就是說我們知道 就是說入唯心聖教以後 我們的原型是 你說妙法唯心起心動念 還有個人的想法跟看法 我想知道一下 本來我是感受說 修什麼都是可以修 那當初不懂的時候 會去分別之心 那後來知道真的進到 我們唯心中這個法門才知道 妙法唯心就是什麼法 都是唯一的 是我們本身去給它分別之下 但是在我們這個唯心中裡面 我們所在外面沒辦法得到 這邊都可以體會到的 一切知識都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真心去行 師父常常跟我們講 要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就是我們要去做 才會去到 去到體會到說什麼叫做 體會到我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的信念是怎麼 像我們大隊長講的 碰到一些像師父說的 冤村在主什麼時候我們不曉得 但是他給我們這個平台 冤村在主他來給我們 我們可以從這邊去理會 我們怎麼去學包容 還有怎麼去體會 所以說我們這個平台真的很諸深 真的很諸深的就是 我也沒辦法說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有運演到 這個唯心中接這個法 真的我有接到師父的教育 雖然我已經學不好 但是我學到師父教我怎麼做人 真的我有體會到 還有可以在這個平台 認識很多很多很多 我們沒辦法去認識很多 都在這邊碰到的音源 真的很感人感人感人 去年我們的蔡先生 你說你送幾部今天 一千兩百部 一千兩百部 那我們的原世界呢 一千 不曉得一千多也萬計了 反正一千部以上就對了 對對對 那今年你已經送到多少了 師父 全部加起來的話就八九百部了 八九百部 那原師姐 我師父的功課的經我都念完了 但是天德經已經 我今天給他算了 我就是一千零五十部 我會再接近這裡 要給你拍拍手 拍拍手 真的不簡單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說到這個經典 真的要有心 那看看我們剛剛師姐 林春林師姐說 他五點就轉鬧鐘 就鬧起來了 然後就開始來送經我 也是很不簡單 所以我上次記得訪問過 我們曾經做我們這大隊長 師父真的是天人合一 我們有些東西我們看不到 師父是看得到的人 我前幾天跟朋友聚在一起 喝咖啡的時候 我跟他談到就是說 在拜拜的時候 以前我們不知道就是說 像拜這些罐頭 咖啡或是其他飲料 你一定要把它打開一下 要不然的話這些靈界的朋友 他不知道他們拿的是什麼東西 拿了這個罐頭 在這邊把玩 在那裡練車練 在這邊玩 這其實也是一個法 是不是 這是普桌廟法 有關一些普桌上面 共品的廟法 當然這些廟法 一般 我們一般在社會上很少碰到 而且一般社會上的 他擺設方法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不但是圓桌圓板 而且我們還是 針對的是超度厚厚厚厚厚 所以12盤的12地支來擺設 那整個的擺設 然後整個的圓桌顯現出 我們老祖師尊 我們的師父 對這個整個的法界 非常非常的尊敬 所以他叫我們說 你要以恭敬的心 一顆恭敬的心來面對這個普桌 因為它即將供養著 萬萬千萬萬三萬萬五千萬的 那些法界眾生 三千萬萬都在裡面 你一定要有恭敬的心來 供養他們 然後來服務 所以這整個來說 黑衣部隊的普桌作業 其實它融入整個修行 師父開始的修行 它融入在裡面 你要有一顆修行的心 慈悲的心 你才能夠把整個普桌作業都做好 是 所以說如果不是師父 可以跟這些靈界朋友 去用心去交會一下 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在普桌為什麼要這麼樣的恭敬 來自十方的這些法界的朋友 其實我們看不到 但是畢竟是敏陽良立 但是看不到不是表示沒有 因為它就是充滿在虛空當中 可是我們可以以妙法來超度這些法界 這也就是我們修行人也必須要做到的 不是只有說我們家裡的祖先大家水果 或者是辦了一桌來拜拜 看得到了大概這樣子 看不到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每次在我們的這個法會的時候 就是師父常常說來時機去時寶 也是真的這也是一個生活法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各位入中門 也都現在都上屆了至少有兩年的時間 那除了說送經也可以把家裡變得很好之外 你在這裡學修讓你最大的改變 還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嗎 就是像其實師父很慈悲 就像我婆婆她影響我也很深 因為我進這個我們也是受她的影響 然後其實她法會她每次每年都一定要參加 然後每年要參加的時候我就是要陪 然後她的腳之前是就是不方便 腳不方便然後就是我們就是要推她上去 可是她有遇到師父 師父很慈悲都蹲下來給她 她就說老菩薩你的腳是多久啊 她就會跟她講虛寒問暖 然後我婆婆就是她都會記得 她都一直會講之前就是遇到我們師父的時候 所講的一些話 我就叫她唸阿彌陀佛然後拍拍腳 她都一直記住 所以她從現在都一直唸阿彌陀的佛號 然後就是唸我們的那個我們的祭 四句祭那個 她每天都是有固定她說她一定要唸 所以祈求佛立教 對 對 非常好 那雲師姐呢 雲賢士呢 學修了也已經是兩年了嘛 對 你有什麼樣的心得分享一下 六年多了 六年多 那你心得更多了 來 事實上六年多我最感受到就是說 我感到說身心的身心有不會去想太多 但是每天好像都過得很快樂的日子 還有周圍的人也是一樣 有的已經入我們的法門來裡面了 有的在那個恒春教室嘛 他們大家都學得很好 都是很快樂 但是就是我們有我們的唯心中 這個師父這麼慈悲給我們 有這個機會我們真的要珍惜 我只是一個說我們一定要珍惜 個人修個人得嘛 沒有說我們修別人得 是我們做人做自己做 不管是會去學到說人家講什麼 我們聽就好 只是去面臨 說得很快 但是真的要去面臨 會得到身心的問題 不會計較很多 就是跟著對著就是走就對了 沒錯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所以我們的成賢士 我想請問你 就是說你看看帶著志工大隊 沒有來的當然還是很多人都一樣的心情 也因為就是說大家普桌 其實這也是一種修行的一個法門 從普桌當中學習到了很多 所以這大隊長有什麼樣的感想分享一下 在這邊呼籲我們黑衣部隊的夥伴們 大家你要請誦經 我們提升自己的修行 我們把修行融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相信我們的家庭會各和諧 是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希望呼籲大家 不可思議的宗教修行力量 那這是從我們的這幾十年來 我們一一地得到這正道的案例 無疑就是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維新聖教的宗旨 也希望大家能夠心理和諧 達到世界和平 今天非常感謝三位來接受訪問 我們在這幾十年之後 就說他多不等幹 我們就為國修行方到國修行方 我們是在這裡也要來接受訪問 我們在這裡也要回覆 我們在這裡也要飛行方向 我們在這幾十年來看 我們在這裡也要做多點 我們參觀地市互和諷 那你讓我們這些碰很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